长篇玄幻小说 万古至尊 作者 太一生水 来人正是阮元思 他也是发现了王座意象消失 这才赶了过来 却看到李云霄正要离去 于是匆忙出声阻拦 宁可月眉头一皱 元思大人 这王座之中并未传承什么武技 这点我可以作证 阮元思皱眉道 可月眉子 他说你就信了 虽然我不知道他和你有何渊源 对于王座上的武技 我也并未存窥视之心 我拦他是因为另外一件事 太华金服所振被迫 泥石和沟家三兄弟一起不见了 什么 宁可月一惊 差点控制不住自己的气息波动 脸色骤然沉了下来 到底是怎么回事 阮元思哼了一声 冷冷地盯着李云霄 这就得问问他了 他便将阮子林所述的一五一十讲了出来 现在知道泥石和沟家三兄弟下落的 便只有他李云霄了 李云霄耐心地听完 不觉冷笑道 你儿子设计害我不成 反倒我亏欠了你儿子似的 元思大人 你们阮家不仅实力抄群 就连逻辑也抄群 领教了 阮元思的脸上闪过一抹红晕 背后背如此讥讽 他也觉得不好意思 只能哼道 任你如何说 这泥石丢失之事 你是逃不掉的 宁可悦也是神色沉重的 云霄 那泥石对我来说异常重要 甚至关系到我父亲的生死下落 无论如何也要找回来 哦 上代红月城城主 你父亲 竟是因为这泥石而失踪了 李云霄吃惊不浅 沉思之下后 便直接传音过去说道 泥石被丢 但现在我无法拿出来 一个月之后 地老天荒开启之时 我便交还给你 宁可悦 每一带微醋一下 便点头说道 好 仅仅一个字 便代表了 他对李云霄的绝对信任 看得软圆丝直皱眉头 突然 又有一道光芒 从下方飞射而上 落在了清风明月园内 正是宁航风 他看到众人后呆滞了一下 立即浮现出焦虑之色 急道 二姐 不好了 弱冰小姐失踪了 几个人都是一愣 宁可越皱眉道 失踪 这怎么可能 那小妮子有多大本事 我能不清楚 她若是能从你的监视下逃掉的话 那么你军都的位置 就得让人了 宁航风苦笑道 这 这军都之职 你以为我想做啊 弱冰小姐去了一趟城门 想要传送离开 被拦下后去了一家酒店 遇上了两名陌生人 三人喝了几杯酒后 就在我拍去监视的 三名五弟强者的眼皮底下消失了 一点痕迹都没留下 阮元思惊道 现在这个时候 竟然出了这档子事 红月城如此之大 若是他们真想躲起来 等擂台赛一结束 该如何跟天下人交代 宁可越道 不用急 就算擂台赛分出了胜负 若冰也不一定要真容亮相 任何顿法都有迹可循 只能说那两名陌生人的实力太强 我反而是担心若冰的安慰 你立即 开启护城大阵 有任何的破空进去 都能被感应的 同时派强者守住城门口 任何人都只许进不许出 袁思大人 泥石之事 我已经心有计较了 还请袁思大人派人一曲 去找若冰 阮元思愣了一下 古怪的看了李云霄一眼 这才说道 既然可越妹子说了 那我自然是松了口气 我这便派人去四处调查 只是洪月城范围太大 怕是有些麻烦了 他和宁航峰一道 化作光芒 便立即各行其事 李云霄道 找人之事 我也帮不上忙 那就不打搅可越大人了 宁可越道 你去吧 拿着我给你的玉牌 便可以出城门 一个月后 希望你能准时将泥石归还 李云霄道 定然 他也不多说 转身化作一道光芒而去 宁可越望着他消失的身影 脸上渐渐露出宁丝来 李云霄并没有直接出城门 而是朝着比武昭青之地而去 那块记录了针膜法身的铁片 他必须得到 广场四周 人山人海 李云霄也不便玉空飞行 落下之后 在人群当中挤去 阮子帽就在最前方 以意待劳 冷眼看着比赛 两名武尊少年 在擂台上打得不亦乐乎 引起连连喝彩 突然 李云霄的身子停了下来 在人群之内 他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心中微微一惊 脑中飞快地算计起来 眼前这人 竟然是四级门的唐杰 他为何会在此地 难道也是来参加比武昭青 想要夺得第一 李云霄脸色微宁 沉思起来道 李亦和李已经进入地牢 若是唐杰在此的话 那么伤他们 自然就知道了李亦和李的情况 绝不会不闻不问 以伤的为人和做事风格 怕是要劫狱了 就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布置的 也许这正是借红月城之手 除去这些大妖的好时机 他眼中闪过一丝冷色 屈指一弹 一道进风从手中射出 直取唐杰的后脑门 谁 进风一动 唐杰瞬间就感应到了 断贺一声 翻手就抓了下来 直接将那道指芒 再掌心湮灭 顿时看到了一张 风轻云淡的笑脸 朝他点头示意 李云霄 唐杰猛吸一口冷气 一字字的怒道 眼中满是怒火和战意 李云霄诧异道 在宋月阳城 你害我不浅 我都没跟你发火 怎么反倒是你 一见我就跟杀了你亲爹似的 唐杰伸出一根手指来 宁笑道 正好 我神通大成 本想找这些虾米闹腾闹腾 你来了 那是最好不过了 他直接将四周的人群推开 一步步地朝着李云霄走去 四周之人 纷纷怒目大骂 引起了不小的骚动 但是相对这整个人山人海 这骚乱还是微不足道 李云霄笑道 既然想动手 那就跟我来 他一转身 就朝外而去 唐杰冷笑道 听闻 是你将李亦那变态狂拿下地牢的 很不错 我早就看那变态不顺眼了 作为对你的感谢 今日便饶你一命 将你收作我的奴仆 他飞速跟上李云霄的步伐 两个人都是脚步离地地慢慢走着 却都是缩地成寸 几个功夫就离开了城中心 来到了无人之地 李云霄这才停了下来 转身望着他迎迎而笑 这段时间 全天下都在找你们吧 你竟然还敢公开露面 很大胆 那日我离去之后 奇遇之人都被你们杀了 宋岳阳城之事后 李云霄也找机会 多方打听了一下之后的情况 都是没有崔伯他们的消息 他心中已经认定 崔伯等人必死无疑了 唐杰双手附在胸前 一副自信满满的样子 昂然哼道 一群抱残手缺的旧人 就算不杀他们 也是时代的渣渣 活着有什么意义 李云霄恶然道 伤是怎么给你们洗脑的 竟然让你自大狂妄到了这种程度 看那礼仪也和你一般无二 果然是一丘之合 唐杰怒喝道 别拿我和那个变态相提并论 那只是个跳梁小丑 活该他下地牢 这种人死了也就罢了 根本没有任何搭救的价值 李云霄笑道 果然是来劫牢的 你们还真是够胆呢 红月城的地牢也敢去 应该是伤亲子出手了吧 就不知道他现在恢复到了什么程度了 这些大妖原本都是五道巅峰的存在 数万年的归息让力量流失一空 现在跟四金门这个庞然大物靠在了一起 有无穷无尽的资源提供 一直让李云霄心生忌惮 若是几名大妖都恢复巅峰的话 那整体实力不堪设想 伤在数万年前就炼化了魂天仪 若是这次重返巅峰 是最有希望跨入十方神境的存在 唐杰痴笑道 伤大人 他仰天大笑起来 莫非你还想和伤大人为敌 你永远也不会知道伤大人的可怕和伟大 你的对手是我 他的身体上发出轰的一声闷响 体型一下子大了一圈 腰力澎湃而出 一柄红光闪耀的宝刀出现在手 高高举起 一刀斩下 空间被刀芒化作一个十字裂缝 飞速地扩张起来 将李云霄照入其中 李云霄眼中露出讶异之色 二星五帝 果然有狂妄的资本 不过我最欣赏你的地方 还是那种单纯的无知 也正因为如此才导致你行事起来的无畏 虽然愣头轻了一点 但对于武道修炼是极有好处的 他的身上泛起清光 化作一道电芒 在空中几度凌空闪动 如同作画一般 画出数道折线 轻易地避开一击 再次落在地面 显化出身体来 唐杰不屑地说道 神话雷霆 老掉牙的招数也敢拿出来 在地气之下 任何奇影技巧都要被碾碎 他身体内传来一道道骨头爆裂之声 整个体型发生极大的变化 这个时候一道温柔的光芒 从唐杰的身体内透出 竟然映射出他体内的骨架 温润如玉 流光闪动 这幅骨架虽然像极了人类 却有着各种细微不同 透出强大的力量来 李云霄愕然道 你? 你换骨了? 难怪修为精进得如此快 只是一味地求力量 连人类的身体也不要了 这样真的好吗?